大家好,我是蔡寶寶 今天和大家來到大維 剛剛在大維A出口那邊出了集 見到TEMPO這邊免費試用水梨花紙巾 我都不撿輸了,拿了一包來試試 都幾多市民在這裡排隊 只需要答一條簡單的問題 就可以拿到一包紙巾了 都幾好玩 現在天氣涼快一點 見到有炒律子的檔口 這一邊都比較多食肆 今天就和家人去一間開了很多年的燒鵝店吃飯 由於時間未到的關係 我就到處和大家逛逛 因為平時上班下班都比較忙 今天趁放假就和家人出去吃東西 輕鬆一下 今天就天氣一般 很灰灰暗暗想下雨 我逐漸走到來DOTE出口這邊 等待家人一起走過去今天吃東西的地方 因為他們還未到 看看這邊的樓盤 看到有很多的樓價都已經跌到四百萬樓下都有了 看到金絲花園這個單位 劈價劈到三百七十五萬 時間五點鐘 看到這些生果檔都比較多朋友仔在選購 看到有二十元五個的蘋果都幾划 看到都幾新鮮幾漂亮 大圍這個老區都比較多民生小店 走前一點有些賣婆仔衫的店 看到一些人買東西都好像很熟 通常應該都是做一些街坊生意 看見的 看到有些三仔短T恤 做著特價 二十元一件 這檔也有一些臘腸臘尾賣 還有一些老黃薑 十八元一磅 另外這邊有菜檔 菜檔也很受市民的歡迎 吃菜也比較健康 一盒蛋也是二十元 三十五元兩盒 這檔菜檔比較多人買 可能是劈價十元一份 很多市民排隊給錢買東西 好 現在時間五點鬆一點 就先走去餐廳 沿著天橋走過去對面馬路 天橋這裡有個指示牌 寫著海福花園 我們今天用餐的地方就是樓下這裡 前面有部升降機 我這麼勤力當然是走樓梯 這麼快走到這間 新強忌燒鵝火鍋海鮮酒家 準備開檔了 和大家看看魚缸有些什麼 有些龍蝦和深海魚 好 現在時間五點半了 可以入座 這裡酒樓的裝修比較懷舊 上網看回這裡 開業了應該三十年多些 我們這些禁手時的朋友 一早來到當然要洗碗 另外還有一些四至六人餐 八至十人餐 還有這裡出名的燒鵝 我最喜歡吃燒鵝 叫下裝給他 二百六十元 他還有些六至八人餐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這個媽寶B餐 包了一個白鳥 山蝦 半斤 金銀蛋蝦 和一個貴妃雞 細細份 二百四十八元 性價比也挺高 這個椒鹽脆豆腐 我見很多人點 這個一百零百元 另外這個 腩菜四季豆 很有鑊氣 我上網看人家 每個人都點椒鹽豆腐 這個超棒 皮很薄 薄得有脆 還有它不鹹 很好吃 愛脆內軟 超棒 推薦給大家 再來這個 腩菜肉鬆四季豆 這個腩菜肉鬆四季豆 炒得很香 送飯超棒 這個麗牌的蝦很大 它這個雞也挺滑 而且雞味也挺出 這些蝦超新鮮 殼沒有黏著肉 好棒 再吃蝦也是這麼鮮味 再來這個燒腩仔麗牌 看到它熱辣辣 而且皮很脆 好邪惡 看到它脆 我也忍不住 先喝一塊 原來是兩塊 看到它燒腩仔 肥瘦也挺適中 脂肪也挺均勻 這麼快 已經凝固了第一行 這個皮很脆 好吃 這個金銀蛋時蔬就平常 不過跟餐也挺划算 大大一點 不過用金銀蛋的菜湯來拌勻 很好吃 再來這個燒鵝下裝 260 但是熱辣辣 還有它燒鵝的樣子也挺帥 看到它的油脂和肉的分布也挺平均 皮也挺脆 我爸爸最喜歡吃這個 我很多年前吃過 試了這個燒鵝 它的肉質也不錯 重點是不太肥 皮也挺脆 挺香 7點多已經坐爆了 很多人 今天影片多謝 HIGH TEA 送出茶包 以及一些乾果給我們試吃和試飲 這個禮盒裝 大盒裝有12包 除了這個禮盒 還有今天的紙袋 另外還有6款不同的茶包 有這個桂圓紅棗靚靚茶 排毒美白淡斑茶 薄荷檸檬芬芬芳茶 驅寒老薑茶 玉米酥烏莓壽生茶 還有這款是五花去火青豆茶 這個品牌是香港本地的品牌 我們剛剛先沖了這個 玉米酥烏莓壽生茶 沖了一壺 倒了兩杯來喝 試過的味道都很清新 無論大或小的禮盒裝 都包了一款 瓷器的杯墊 和一個深型的茶樓 這個網站 除了剛才的禮盒裝花茶買 還有不同款式的滋裝蜜糖 這個帶回公司 沖來喝很方便 另外如果沖這隻葵花 可以加些蜜糖來喝 味道都很配 有些蜜糖 還有它網站上面還有些果乾 我們有這款 百香果果乾 芒果乾 藍莓乾 蝦蜜瓜乾 草莓乾 和黃土乾 甘草腩 還有一些山極條 甘草黃皮 手工薑糖 這個茶 我們沖了接近2L的水 這個茶真的很值得喝 另外我們試一下這個芒果乾 這個芒果乾一包是150克 這個尺寸也很大塊 好 剛剛出去了 單給我預期中提 我們點了一個 海鮮媽寶儀400克 椒鹽脆豆腐108克 那個四季豆也是108克 點了5個白飯65元 小腩仔158克 還有一個下裝的燒鵝王260元 加上茶價膠袋 還有膠盒才1124 這裡的質素也不錯 比起平時的連鎖酒樓 也值得很多 今天先拍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